我刚刚收到了Samsung Malaysia的E-mail 让我去试星际 你们的安卓机王 Samsung Galaxy S24 我把手上工作丢下 马上开车去 一年了啊 这样快就 有没有突然觉得你手上的S23不香了 星际才比较香 所以这次S24系列 之前就曝光了很多 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 你说它会换成Titanium就更轻了 第二就是会加入很多AI的功能 第三就是不用Curve Screen了 它全部换成平面 我不懂是不是真的啦 等下我们就会跟你上手三台新机 Let's go 本了一年的机终于来了 Samsung一共出了三台机 S24、S24 Plus还有S24 Ultra 外型其实跟前几台硬脉相传 意思就是没什么大变化 但是颜色就真假了哦 你们都懂Samsung很喜欢玩颜色的啦 都来一个琥珀黄和Purple色 黄色S23系列没有的 那奶黄奶黄这样 跟ZFIT5的Beastbook限定黄色叻 是同一个调的 但是S24的黄灰更浅更奶一点 Purple是S23旧了的啦 但是持Purple非Burple S23很粉很少女 S24的Purple叻就更深更成熟啦 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真机 其实想看看那个颜色 你们可以去看看水果机的纸 差不多就是那个Purple了 其余呢还有黑色、灰色、基础色 就是这四个colour啦 定制色有蓝绿成三色 没有错 这是没有白色啦 屏幕方面这次S24系列 竟然全部是全部啊 换成了直面屏 Goodbye my love 我的曲棉 但是我个人是认同的啦 因为我觉得Ultra是有S Pen的嘛 曲面屏配上比手写 其实是没有那么顺的 直面屏会更加舒服一点 尺寸 小D S24 6.2寸FHD Plus屏幕 2D S24 Plus 6.7寸QHD Plus 这两个都比上一代大了一寸 大狗S24 Ultra 屏幕依然是最大的6.8寸 120Hz刷新率 亮度提升上了2600nit 而且Ultra是三台手机里面 唯一一个用上了Titanium 太合金边框的 那Titanium就会更加轻 更加坚硬啦 实际拿上手我也是觉得真的有轻 直面屏可以配上一个更轻的机身 那手感就会更加舒服啦 然后S Pen方面同样也只有Ultra才有啦 就在下面的那个洞洞那边 拉出来就可以直接开始用 镜头的部分 我们现在先讲S24 Ultra啦 它的主镜头依然是2亿像素 但是它有了新的算法 就是说它从上一代的10倍光学变角 砍掉变成了5倍光学变角 但是它的像素又上到50MP哦 这边呢我们可以理解成 它是从10倍的10MP 升上了5倍的50MP 再加上今年主打的AI功能 我个人觉得不是缩水啦 但是这个也要吃点等我拿到真机 久一点再实际给你们看 那S24跟S24 Plus 则是跟上一代是一毛一样的 同样就是50MP的主镜头 加10MP的长脚 还有12MP的广角 来到了重点 AI功能 这是Samsung哦 主推一个叫做Galaxy AI的东西 到底AI在手机有什么用呢 来第一现场翻译 Samsung就帮我找了个韩国人示范 你看啊在打电话的时候呢 按Call Assist 然后按Live Translate 选择双方的语言 让你Call 对方呢可以听到我翻译过去的话 我也可以听到对方翻译过来当地的语言 是不是很厉害呢 从此去旅行不会有语言障碍了啦 翻译到哪里呢可以时时看到 你很长期讲一连串也可以造反 哇哦 不只打电话呢 还可以面对面Translate Team 对 时间有 我们一起吃饭 有四个小时 等你去吃晚饭吧 就连WhatsApp也是可以做Live Translate 在键盘那边选择Chat Translate 选择想要的语言 就会直接帮你Translate chat里面的内容了啦 第二 Create Transcript 这个就有点好用啦 我写了一堆乱乱的字啊在Note了过后 把它Convert去Text 这个时候就是AI做工的moment啦 按三颗星星 它会Auto 帮我detect错字 比如我画横线的 它就会纠正成完整的句子 再按一下Auto Format 就可以自动一秒生成不同的Format 还有设计 你方便给你做不同的用途 最后再Save as PDF 还没有玩啊 还可以把想要表达的Keyword写出来 然后直接帮你做成几个不同的版本 让你发出去 有一个Professional版本 有Casual版本 有Social用途等等 就好像有一个CheckGPT在你身边 还要是TipSense复习你的那种CheckGPT啊 英文不好都不用怕啦 这里还有一个Translate加Samurize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你想要的文章 Select起来Translate 够Samurize更简短的文字 两个字方便 第三 AI Photo Editing 这边分成三大功能 第一 帮你自动填满照片 我特地拍得歪歪歪歪歪的哈 January的时间呢是有点久啦 因为是需要根据WiFi跟Data的速度的 出来的效果 吼 有点东西哦 它直接帮我调整到美一美哦 就连QR Code都可以自动完整伸出来啊 第二 一件添加加P掉路人 比如可以加一个闹钟进去 也可以把模型轮移掉 叨当 就可以看到Lego原本被遮住的部分 Replace到很完整 哈叻其实是靠AI去侦测需要的部分 然后靠想象力去填补的 比如讲我两个人拿掉 就会replace那个吸尘机 呃 也是合理啦 一个Office是有吸尘机的啦 除了AI replace也会建议你的照片 需要edit什么的 比如讲我现在拍一张照片 它会建议我的background要blur掉咯 然后调整blur的程度啦 成品出来其实还不错的 边边细节也是处理到不错 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就叫做Instant Slow Mo啊 拍了的video你长按一下 会变成Slow Mo 可以很细节一针一针的去检查 不用特party app 直接用AI generate给你看 Make sure你有拍到你想要拍的小细节 比如 够细节了吧 太行哦 第四 最后一个AI search啦 顾名思义就是当你刷video 看到想要的东西 常按home button圈起来 AI就会帮你search 全部任何有关这个东西的资料 不只在短视频 长视频YouTube也是可以啊 哎 又是被AI方便到的一天 万岁 那另外呢 现场我又拿着手机去试拍了一下 我发现它的防抖是有升级了的 是有比较稳的 然后在50MP的模式下面呢 就有5倍的光学变焦 10倍的话叻就是一个混合变焦 那处理器上面呢 S24 Ultra就打扎了 Snapdragon 8 Gen3 而S24跟S24 Plus就打扎Azynos 2400 电池上面 Ultra是5000毫安 S24 Plus是4500毫安 S24是4000毫安 最后还有新的手机口 就是这三个啦 只有Flip 还有的Flip Suitcase 还有比较硬的Showcase 和Standing Grip啦 好啦 快速上手就到这边啦 总结来讲呢 我觉得这次Samsung Galaxy S24系列啦 它好像没有升级 但是又好像升级了很多哦 尤其是它加了那个AI的功能之后哦 我发现它整个变很智能了 因为现在的外形大家都可以做得很漂亮 但是你的内在够不够流畅够不够聪明 其实我觉得才是那个关键点 等此点我拿到手机来 再跟你们分享更多啦 至于马来西亚的价钱是多少呢 请看Caption 好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